凌晨睡醒后,我发现睡在我身旁的孩子又不见了,我往外去找,发现小姑子抱着孩子坐在客厅里,轻笑着哄孩子,宝宝乖,妈妈给宝宝喜香香,宝宝乖不哭啊,小姑子不仅让我孩子叫他妈妈,还很抗拒我亲近孩子,这让我有些无法理解。 可今晚,我忽然发现小姑子和老公完全不像,一个荒谬的想法在我脑中浮现出来,大门没关,听到声音我放轻了脚步走近,看着眼前小姑子望着浩浩的神情,我的心狠狠一跳,那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感。 在我心中张牙舞爪起来,但这事代表不了什么,毕竟是我老公的亲妹妹,她可能只是闹着玩,我悄悄退回玄关处,装作刚进来的样子,嫂子回来了。 听到我换鞋的动静,小姑子抱着儿子走过来,都说了生完孩子身材自己会恢复的,你看这么热的天,你还要每天跑出去,热吧,我煮了银耳汤在冰箱里呢。 还好,我笑了笑,伸手要去接浩浩,小姑子愣了愣,随即抱着浩浩侧了侧身,避开了我的手,嫂子先去洗洗吧,外面回来身上脏,就这么抱孩子不好。 手里落了空,我心里不太舒服,但听着也有些道理,小宝贝总是格外脆弱,一点小小的细菌都能要她半条小命。 洗漱完,我走出房间,去看我的宝贝儿子,软糯糯的小团子正睁着眼一瞬不瞬的盯着小姑子。 可爱懵懂,像个天使,你待一天也累了,我来抱吧。 我上前坐到小姑子身边,浩浩这一天天长得也快,越来越壮实了,一天抱下来胳膊都太不起来了。 我正要去抱她,小姑子忽然站起身,哎呀,浩浩,好香药了,嫂子我带她去,换药不湿啊,你先坐着休息会儿。 说着便急匆匆的回了房,我看着空落落的客厅,眉心越拧越紧,我还在产假期间,孩子我带就行了,实在不行,还可以找保姆,没必要让思思这么辛苦。 晚上,我把白天的事拐着弯跟赵景成说了一嘴,其实自浩浩出生以来,这类的事情细细想来发生过无数次,只是之前我自己身体还没恢复,有人搭把手,本来就乐得自在,直到现在才逐渐察觉出些不对味来,小姑子好像有些排斥我接触浩浩,你呀,就是多想。 赵景成翻了个身,继续玩手机,都说闲出病来,你就是太闲了,才有事没事想东想西的。 听到赵景成帮着小姑子说话,我没好气地拍了下她的胳膊,那她也要有个肚啊。 我看她都要忘了谁是孩子亲妈了,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谁跟你抢了? 赵景成不耐烦地说道,思思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就是爸妈走得早,她除了我俩,也没别的亲人,好不容易有个孩子多关注点,你别整天小人之心。 赵景成说完就不打算再搭理我,生完孩子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了以前那种甜蜜黏糊,我起初不适应,但赵景成说别人家老夫老妻都是这样相处的,孩子都生了就别整天情情爱爱的。 让人看笑话,很多事情,我觉得赵景成说得不对,但因为害怕失去,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反驳他,只是这件事一旦让我产生了不适,就会如梗在喉,坐立难安。 认识赵景成,是我刚毕业进入公司的时候,我是产品助理,他是销售部主管,工作上一来二去的对接就熟悉了起来,他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叫张思思,他俩一随父姓,一随母姓,在那个年代也算是见证了父母的开明和爱情的甜蜜,虽然长辈早已不在,但对于这个家庭,刚踏入社会的我好感顿生。 后来赵景成对我表白,在他强势的爱意中我无处可逃,但与他坠入爱河的同时,我也坠坠不安,我当时毕业,执意留在这里,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天地,住的是租的房子,爸妈不在身边,看着举目无亲,赵景成对我的家庭并不了解,我也不想告诉别人,只是交往后,我跟他提起过一些,但往往还没说几句, 就被他打断,他会从身后搂住我的腰,一次次跟我告白,他说,苏彤,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跟你的家庭没有关系。 他说,苏彤,我没有车子,没有房子,甚至没有父母,你不是也没嫌弃我,我怎么会在乎除你以外的事情呢? 于是在这一句句的甜言蜜语中,我跟父母提起了他,并在被坚决反对的时候,二话不说,拿了家里的户口,本转身就去跟赵景成扯了证,没有彩礼,没有聘书,没有婚宴,没有钻戒,只有两本小红本,安安静静地躺在床头柜里面,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从结婚到生孩子,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跟父母低过头,因为他说,我为他放弃了太多,他一定会对我好,而在我生孩子之前,他对我的确很好,看着身边如今判若两人的男人,我心头微微发老,女人的脑子在剥离爱情的时候,总是格外灵活,我回忆着自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 次日凌晨四点 我闹了闹钟起来,想着给浩浩换个尿布,他一般都会在这个点哭闹不止,只是今天睁眼一看,床边的小床上没有了孩子的身影,我心下一慌,下意识地摇醒了赵景成,浩浩呢,怎么不见了,都在家里还能去呢,肯定思思抱走了 赵景成被突然吵醒,显得格外烦躁,我白天很多事,晚上你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 我没心紧促,你能不能跟思思说一声,别老是进我们房间,更何况我们还睡着呢 赵景成翻了个身,上床的时候不锁着门吗,又不干什么,都是自己家,有什么不能进的 我被他的厚颜无耻噎了一下,半天没顺过起来,顺着声音走到小姑子的房门前,在抬手敲门的前一刻,我却鬼使神差地收回了手,小姑子应该没想到我会找过来 因为之前,我发现孩子被他抱走,都会很放心,客厅里没开灯,四点的天色依然黑沉沉的,小姑子房间的声音随着灯光从门缝中透出来 我听着他轻笑着哄着浩浩,妈妈给宝宝喜香香,宝宝乖不哭啊,他轻轻哼着儿歌的吊吊,看起来心情格外愉悦,而一强之格,我却如白爪挠心 难以平静,老公,我朋友说他那边有适合思思的岗位,工资也不错,我觉得挺好的,你说呢? 我打完电话,走到赵景成身边,你朋友,是那个上市公司的富二代高管吗?赵景成眼睛一亮,进而不屑道,我都说了这种靠爸妈的人都没什么能力,他要是跟我们一样,这个年纪指不定在哪跑腿呢? 我微微挑眉,认同的点头,那我要不推了 赵景成神情微变,紧接着变了个语气,那人家毕竟是你朋友,你身边朋友也不多,他也是好心,我们不好落了人的面子 好吧,思思人也勤快,也算是咱帮小鱼找了个靠谱的人 我顺着接话道,赵景成点点头,这话听得格外郁贴,那刚好趁着还没上班,你带着思思出去旅游吧 我翻了翻手机,他不是一直很羡慕朋友们隔三差五出去玩吗?正好最近有个团特别合适,你就陪他去吧 赵景成翻了个白眼,我哪有那闲工夫,这个月业绩都没完成 而且出去玩不得一大笔钱,我还得攒钱养儿子呢 我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在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疑惑地回望时,有些犹豫道,我,我跟爸妈见过面了,赵景成手上动作一僵 继而冷哼一声,他们既然看不起我 为了不让你跟我在一起,都肯断绝往来,怎么现在后悔了 我小心翼翼道,我妈,偷偷给我赚了点钱,说是要补偿我们 你就这么收了 赵景成脸色难看到,我心虚地垂下视线 我知道你不乐意,但我想着爸妈年纪大了,收就收了吧 赵景成摆摆手,不耐烦道,别搞得我好像不让你们和好,很没良心一样 我神色一松,笑着凑过去,这不刚好有钱了 你们出去晚几天,思思回来,刚好能安心上班了 赵景成心中微动,犹豫了一会儿,那,行吧,晚点我跟他说说 我轻轻松了口气,笑容更真实了些 晚饭吃完,赵景成跟小姑子说了我们的打算 小姑子听了顿时洗上煤烧,只是想到,那浩浩怎么办 我心中好笑,我课程上完了,产假也还有段时间,刚好可以在家带浩浩 等你们回来就请个保姆,思思你也要工作了,我们不能耽误你 小姑子想了想,出去旅游他就可以狠狠地晒照片 让那些朋友也羡慕一下,最后终究抵不住诱惑 答应了下来,旅游团出行十天,赵景成本来还在担心公司可能不给批价 哪知道销售总监说他还有七天的年假,如果要请假也行 就这么轻易地批了,虽然有点不踏实,但赵景成问了几个同事 也确认了的确是有年假,也就放下心来 只是他没有想到等他们开开心心旅行回来 等着他的会是劝退通知,抱着手里的文件 赵景成怎么也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回到家里,张思思正坐在沙发上 他诧异地抬头看了进门的赵景成一眼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他神情自然轻易,眼神里是这几天过得密里调游的愉悦 赵景成黑着脸,一声不吭地把东西往桌上重重一放 想起自己之前连请十天假,轻易就被批了 很可能就是领导为了之后有理由开除他 于是怒气不由地转向了张思思 要不是他之前吵着要出去玩 要不是他那些虚荣攀比的心理 他现在不光有稳定的工作,还有额外的一笔钱 张思思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赵景成把平时用的生活用品都带回来了 心中顿时慌了 怎,怎么了?赵景成正在气头上 自然不会理他,只冷眼瞪了他一下 我听到动静,打完电话走出来 这是怎么了?一回来就这么大火气 公司说我业绩不达标,把我开除了 赵景成板着脸 咬牙切齿道 我愣了愣,而后脸色有些为难地捏了捏手机 你这个表情什么意思?赵景成此刻格外敏感 见我脸色突变,还以为我对他有意见 我直直吾吾了半天,眼睛一闭狠了,狠心说道 刚刚小鱼打电话过来,说,说思思第一天上班 就得罪了他们公司的重要客户 现在公司要开除他,还要他赔偿公司损失 小鱼说了很多好话也不管用 赵景成听了一愣,转而一脸错愕地看向张思思 你做什么了?张思思一脸错愕 而后像是想起自己干了什么 脸色惨白了起来 我就看到公司的合同,想跟朋友炫耀一下 就,就拍了照片 但我没有给别人看,我只发给了我朋友 我冷笑一声,是啊,只发给了群里的朋友 赵景成的脸色比吃了屎还臭 他自己就是做销售的 对于这些事,他比谁都清楚严重性 要赔多少 赵景成阴着脸问道 我叹了口气 小鱼说,思思毕竟是他推荐的 所以他能帮忙承担一部分 思思自己得赔七万 七万吗? 还在承受范围之内 赵景成算是松了口气 想着自己先垫上这笔钱 反正之后想办法再补回来就行 张思思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 现在丢了工作还要赔钱 又碰上赵景成心情不好 顿时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我毕业就结婚生孩子 根本攒不下什么钱 赵景成贷款买房 也没有爸妈帮扶 还带着一个不上班的妹妹 其实并没有什么存款 这笔赔偿对他来说 足够伤筋动骨了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虽然介绍工作是好意 但说到底好心办了坏事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就回了房间哄孩子 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被隐约的争吵声惊醒 伸手一摸身边的被窝是凉的 轻轻地勾了勾唇脚 重新睡了过去 跟赵景成提出离婚的那天 外面的气温四十多度 地面烫得能煎鸡蛋 我记得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 也什么都不会 只会煎溏心蛋 而每一次 赵景成都能把个蛋 夸出一桌满汉全息的气势来 想到这不久前的发生的一切 我轻笑着点开了电视 电视里放着家庭伦理剧 我觉得挺好看 就一遍一遍地看着 等着赵景成回来 张思思就坐在我身边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紧紧盯着屏幕 脸色不大好看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最近没睡好 内分泌有些失调吧 这几天 我以跟父母缓和关系为由 把浩浩送到了爸妈那边 赵景成虽有些不乐意 但爸妈一开心 就给我转钱这事 着实给了她不小的安慰 赵景成自从被公司开除后 找工作的过程就格外的不顺利 新的工作从初春找到夏末 她自己都快崩溃了 求职要求越放越低 连这么热的天 有个邀约都屁颠颠地赶了过去 我抱着腿打了个哈欠 等得都有些犯困 你说你这么死心塌地的 跟着她到底涂什么 脸吗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张思思聊天 嗯 脸倒是真不错 活也好 不然怎么能骗到我这种青春活力 女大学生呢 我想了想 没等她回答 继续说道 就是卫生习惯不好 一会儿爬你床 一会儿伺候我的 也不知道干不干净 则 恶心 张思思脸色一白 听出了话里 我嫌她俩脏的意思 嘴巴张了张 想要说什么 我赶忙打断 哎 你可别跟我说话 我怕听多了降致 张思思气得脸色油白占红 苏彤你别欺人太甚 你倒有脸说 我好笑地看了她一眼 当然 你们连骗婚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张思思被戳中了心思 噎了半赏 无话可说 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随即像看到什么脏东西 一眼贴开了目光 胃里一阵阵地反酸 要不是姨妈傍身 我都要以为自己二胎了 自从听到张思思三番四次 让浩浩叫她妈妈 我就开始偷偷调查 趁着赵景成跟张思思出门旅游 我拿着照片 去了赵景成的老家 因为老家也没什么值得走动的亲戚 她跟赵景成也没办婚礼 自然从没回去过 也就是这次下定决心走的这趟 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 赵景成的爸妈是车祸去世的 而一同死亡的还有小她三岁的妹妹 但赵景成给我看的户口部上张思思分明没有销户 我把照片拿给几个老人看 他们认认真真的辨认了一会儿后 互相看看 摇着头道 不像不像 女娃娃不长这样 他们家就剩个小城 大家都知道的 那玩可惨了 我拿着照片的手 禁不住的发抖 一时竟不知道 这许多年身边的到底是人是鬼 电视机里的画面依旧在播放 张思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赵景成满身臭汗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一觉睡醒了 他正要跟我打招呼 抬眼看到电视屏幕 脸色猛的一变 你在看什么东西 我慢慢悠悠打了个哈欠 眼泪水从眼角浸出来 有些发痒 大型家庭伦理剧啊 赵景成飞快地上前 抢过我手里的遥控板 关掉电视 瞪着我一言不发 张思思听到动静走出门来 看着我俩 抿了抿唇也没有说话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装的摄像头 赵景成脸色阴得能滴出水来 把你们哄去旅游后 我压根没打算隐瞒 甚至有些得意 你是不知道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啊 拜你俩所赐 我也算是年纪轻轻大开眼界 赵景成憋得脑门上青筋直跳 一张帅气的脸显得有些猙獰 你都知道了 我心头一跳 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随后才渐渐平静下来 是啊 知道你为了生孩子跟前妻离婚 知道她为了你心甘情愿给我带了一年孩子 还知道你们为了骗我生孩子演了好大一出戏 我从未想过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张思思原名流静 并不是赵景成的妹妹 而是她的前妻 因为赵景成家只剩她一个人 无论如何都需要个孩子 而偏偏刘静不能生 出于亏欠 刘静答应了离婚 在赵景成承诺等我生完孩子就离婚 并把我们的孩子给刘静带之后 刘静也忍着同意了顶替她妹妹的身份 在我们身边生活 你当初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在这边 一定很开心吧 我自嘲的笑笑 刚出社会 满脸单纯天真 一看就很好骗 年少叛逆 谁都有那一段时间 只是我的叛逆期来得晚了些 有点不是时候 是你自己愿意的 刘静忍不住说道 他心里也是委屈 看我一直都很不顺眼 特别是赵景成失业后 我跟爸妈的关系又有所缓和 赵景成刚给刘静花了一大笔赔偿款 就想从我这边捞点钱 犹豫着不愿意马上离婚 刘静毕竟也是女人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赵景成想法的转变 心中开始慌乱 他把不准赵景成到底是真像他说的那样 为了我的钱 还是真的对我日久生情 才有了之后的一次次争执 从而为我的录像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支持 我不否认 当初很傻 心甘情愿 结果加了个骗子 我感觉像是吃了只苍蝇 忍不住磨了磨牙 但再怎么傻也比不上你们一个扎一个剑啊 苏同 赵景成恼羞成怒 上前抬起手 就朝着我挥过来 我这辈子唯一的有点就是能屈能伸 眼见他抬手 我便就地一滚 从边上溜到门口 顺手打开了门 我爸妈快到了 我晃了晃手机 我待会就搬走 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一下 毕竟我爸也是一分钟几百万进账的人 赵景成挥过来的手落了空 听到我的话 一时有点愣神 什么几百万 钱啊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爸妈可有钱了 说着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对了 你说过你爱的是我这个人 跟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都从来不听我介绍呢 刘靖在一旁听着我说的那些 赵景成曾经对我说甜言蜜语 虽然知道是带着目的 但也依然听得一脸便秘的样子 我看着心情大好 门外传来几声汽车鸣笛 我心中那些故作的坚强 瞬间坍塌 眼眶一酸 差点落下泪来 彤彤 爸爸的声音传来 身边紧跟着一脸心疼的妈妈 一个傻孩子 妈妈上前抱住我 我把脸埋进她的肩膀 委屈地抽了抽鼻子 密罐子里顺顺利利地长大 这是我爹的最狠的一跤 董 董事长 错愕的声音带着浓浓的不敢置信 我爸恶狠狠地盯着赵景成 重重地哼了一声 你倒是认识我 怎么敢骗我女儿 赵景成惊呆了 苏彤 苏彤她怎么会是你女儿 你结婚不看户口本 妈妈嘲讽地看着她 我就说她这人有问题 当年我就让人做了被调 作风上不行 你非要跟我们家 要不是你贸贸然跟她结婚了 怕你跟着她吃苦 我们早把她开了 说完察觉到我身体紧绷 赶忙拍了拍我的后背安抚到 没事没事 人生谁不遇到几个渣男 也不过就多了个孩子 反正我们家大业大 就你一个女儿 也是需要多几个孙辈的热闹一下 我被妈妈说的话逗得一乐 瞬间连委屈都没了大半 好像在爸妈眼里 我结这个婚 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 多了个孩子 也不过是家里多双筷子 他们担心的从不是这些 只不过是我有没有受欺负而已 所以我的工作也是你动的手脚 赵景成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他当然看过我的户口本 可向来自视甚高的他 根本不会往那边想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种品行的员工 别以为你请假期间做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老爸说得格外官方 特别霸气 我娇娇气气地窝在妈妈怀里 看着赵景成气得暴跳如雷 却动都不敢动他一下 若鸡 我当初到底是怎么看上的他 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赵景成一会儿 大概也就那张脸吧 赵景成你想当地顺 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 我冷笑着嘲讽道 别说你被开除这事是我做的 就这半年来 你为什么一直找不好工作 就没想过原因吗 是你动的手脚 赵景成气急了 这半年他在外面手气无数 为了份工作扶低做小 但无论他怎样 那些人都不把他当回事 而他现在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败我所赐 我无所谓的笑笑 成年人敢做敢当 你敢骗我就要承受后果 以后你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了 爸爸在身后倾笑出声 我转头做了个鬼脸 我们家倒也没那么手眼通天 只不过刚好我知道他面试的公司 也愿意花钱 毕竟比起一个品行存疑的候选人 谁不乐意拿点实际的好处呢 但这事我不会说明白 一个男人 只有磨了他的意志 让他产生畏惧 才能从根本上摧毁他 我笑着看向张思思 要不是你耐不住 我倒也不至于发现得这么快 赵景成猛的转头瞪着刘静 刘静神情惶恐 眼神游离 显然有些被吓到 我怎么可能允许在自己受欺骗后 还让两个始作俑者恩恩爱爱 双宿双飞呢 他们必须得知道 自己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跟对方都脱不了干系 这是一根刺 横跟在两人之间 他们只要靠近一步 就会被扎得鲜血淋漓 我跟爸妈离开之后 刘静也跟赵景成闹翻了 刘静伺候了我们俩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捞着 他自己不能生 就该知道哪怕没有我 赵景成还会找其他女人 反正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 我回到家里 在律师的协助下 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赵景成不乐意 但他没有收入 还背着房贷 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争夺抚养权 浩浩理所当然归我所有 我也十分遵纪守法的 每个月去问赵景成要抚养费 一段时间后 我没有再出手捣乱 赵景成也找到了一份核心意的工作 看着镜子里妆容精致的自己 我笑着拿起手机 喂 下班了吗 陪我吃个饭 几分钟后 旁边的高楼里走下来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 我笑着按下车窗跟他招手 苏姐姐 你今天真漂亮 男孩笑容灿烂 嘴巴也很甜 我看着门口紧接着出来的身影 心情大好的拖起他的下巴 俯身过去亲了一口 在赵景成暴怒的目光中 摇起车窗 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我如今什么也不缺 只不过想找个男人玩玩 感情 我承认我带着点私心 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几乎是围着赵景成方圆十米找的男人 当然我也不是不挑 至少每个都是要身材有身材 要样子有样子 我估摸了下 我年纪不大 花钱大方 他们跟我一招 倒也不算吃亏 起初赵景成看着我就会脸色大变 为此还换了好几家公司 次数多了 赵景成不知怎么个脑回路 竟然还琢磨出点别的意思来 看着挡在我车前的人 我简直要笑土了 苏彤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 你舍不得我吧 所以才故意在我面前找存在感 赵景成高昂着头 看起来格外自信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本想着法律不能制裁他 那自己就恶心恶心他 左右我也不吃亏 但现在想来 真心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 自己也真是无聊 我探出头 招了招手让他过来 赵景成眼睛一亮 以为被他猜中了 稍显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 我笑着看他 真给你脸了 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履历 短时间内换了多少工作 赵景成愣了下 自从离婚后 他一直处于心烦意乱的状态 一心想避开我 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你就没发现自己找的公司越来越差 规模越来越小吗 我摇头冷笑 赵景成 你的职业生涯 废了你知道吗 赵景成满脸错愕 似乎刚刚才发现自己 每一份工作之间的空窗期越来越长 我不再看他 挥了挥手 再见了 废物 车子呼啸而去 赵景成被我远远丢在身后 就像我曾遭受的欺骗 屈辱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我的未来依旧阳光灿烂 但赵景成的未来 连他自己都已经看不清了